2021年4月12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负责协调我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的科医部长凯里指出 中国科兴疫苗已经在土耳其、巴西、智利等国家使用 根据这些国家的使用情况和数据 科兴疫苗被证实对年长者来说 是安全、稳定以及有效对抗轻重病例的 因此我国政府已经同意让我国60岁以上的群体接种科兴疫苗 那么至于阿斯利康疫苗方面 凯里则是说到 我国的冠病疫苗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星期 听取专家团队的报告 才会决定是否搁置使用这一款疫苗 但凯里并没有回应 我国政府是否会以强生公司的冠病疫苗来取代 阿斯利康疫苗 那么涉及勒林人士、慢性疾病等高风险群体的 第二阶段冠病疫苗接种计划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 也就是4月19日开跑 凯里指出 当局已经通过SMS、简讯以及 MySedrata手机Apps 发出31776封的疫苗预约通知 那么其中超过13000人已经回复YAR 也就是回复同意赴约 回复DIDA的人只有300多人 其余人士则还未回复 凯里就提醒受到预约通知者必须要回复 以确认是否赴约 另外凯里也坦言 我国目前的疫苗接种进度是相当慢的 他说这是因为一些先进国家太贪婪了 订购了比国家人口多5倍的疫苗 导致像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来获非常的慢 限制了接种的效率 但他预计来临的6月开始 大批的疫苗就会陆续运抵我国 换个焦点来看一宗乌龙事件 多多博彩Spototo昨晚就在脸书专页发文告指出 由于人为疏忽 打字缘就误把4月11号开采成绩的手奖错误 输入为8755 而正确的手奖号码应该是8515 而多多博彩就对于所造成的不便 向客户申表歉意 并强调多多博彩从不间断自力确保 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进行开采 而该公司也欢迎公众 以预约的方式 前往位于吉隆坡Timesquare观看开采过程 而不少网民就在多多博彩的脸书专页 留言批评这一种乌龙事件 也有网民就留言关心8755的字迷 不晓得他们一场欢喜 一场空的心情究竟是如何 另有一些网民则是建议多多博彩 可以做直播开采 换个焦点 有众萨曼的民众要注意了 交通部长魏嘉祥今天就宣布 配合陆路交通局JPJ成立75周年 从4月的13号至6月的13号这两个月期间 拖欠JPJ罚单的车主可以享有高达70%的罚款折扣 可享有这一项优惠的就包括了被列入黑名单的车主 但不包括已被带上法庭的案件 那么除了JPJ罚单在来临的这两个月有折扣 警方今天也说从上个月25号开跑的 麦巴亚撒曼线上缴附 警方交通罚单享有50%折扣的活动 反应热烈 警方就宣布将此活动再延长4天 直到来临的星期四 那么JPJ及警方都先后推出了罚款折扣优惠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感谢收看